小分子的運輸 我們一開始介紹的是擴散 高濃度流向低濃度 細胞不用額外花費能量 因為這是自然的物理現象 但如果今天我故意要從低濃度的地方 把物質打到高濃度的地方 來累積這些物質在這邊形成高濃度 這時候你就違反了物理法則 你從能量低的地方拿到高 就好像從低的地方把物質拿到高速 逆著它的重力位 就像你從低濃度拿到高濃度 從低的濃度為能拿到高的濃度為能 當然要額外花費能量 就好像你把重物從低處拉到高處一半 從低濃度打高濃度需要花費能量 需要蛋白質協助 這個蛋白質會花費能量叫幫浦蛋白 幫浦蛋白 蛋白質都有作用的專因性 所以某種幫浦蛋白只負責主動運輸 某種物質很正常吧 像這樣子耗能的現象就叫主動運輸 因為是細胞耗能 主動去運輸它的 那如果只是擴散呢 就叫被動運輸 我不用耗能量啊 濃度有了就自然會移動啊 這叫做自然會發生的被動運輸 主動運輸是細胞主動耗能產生的 那我也提到說 只要是蛋白質參與的 蛋白質的數量有上限 都會有飽和現象 因此粗低性擴散會有飽和現象 主動運輸當然也會有 因為這些幫浦蛋白的數量也有上限 下面的綠色質都是我們生活中常見的粒子 植物的跟吸收武器也 甲中間吸收點離子 空腹吸滿的點離子 然後腎臟再吸收納離子 細胞膜有的納甲幫浦 這些都是利用主動運輸出來運輸物質的粒子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適應圖 就是我花費能量 這個能量其實就是指ATP 然後讓這個幫浦代表改變形狀 而從低濃度的地方達到高濃度 好 那下面的例子就是鈣離子 這邊鈣離子濃度T 我發費能量 ATP發費能量 把鈣離子從低濃度達到高濃度 來累積這邊的鈣離子濃度很好 這些就是主動運輸的案例 鈣離子濃度高 從低濃度達到高濃度 逆著它的濃度提度 好 那我們來慢慢介紹一些例子 從低濃度達到高濃度 需要載體 需要耗耐的兩下面的例子 剛剛講過 我們直接舉我們今天的兩個案例的第一個 這個例子呢 世界有名 動物的細胞膜上有一群幫浦蛋白 叫做納甲凍 這個是念波浦凍 四神凍 你可以把它翻譯成納甲幫浦 幫浦是PUMP 是UE 就看你了 有人覺得啊 幫浦這個醜洋滅外的傢伙 要翻譯成中文 古代用人力或受力 來把低水位的水 打到高水位 來灌溉水前的 叫做Bong Bong就是用人力或受力 把滴水都打到高水位 就是古代的抽水馬當 但是用的不是電力 用的是人力或受力 所以我們用中文就是Bong Bong就是主動運輸的那個工具 那如果是英文就是抗浦 那就翻譯成Bong 也許 納甲凍就是納甲幫浦 好 下面有好多過程 到底這個納甲凍如何運作 它的分子即是維合 這些文字自己看 我們直接看圖收度是比較快 好 來介紹納甲凍的運輸 好 來囉 這是細胞孔 我們從這邊開始的一號 首先這個納甲凍的開口 一開始朝向細胞裡面 朝向細胞裡面的時候 它的這邊有出現 三個半圓形的座位 就會讓你的納離子 接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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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納離子接上去 好 當三個納離子接上去之後 我們的ATP就會過來 ATP是三磷酸線標鈴核感散 它把它其中一個磷酸根 轉移到納甲凍上 看到沒有 這個過程 好 這個過程有名稱哦 叫做納甲凍磷酸化了 我把磷酸加上去 這個過程叫磷酸化 ATP丟了一個磷酸根 連到了納甲凍上 讓納甲凍磷酸化 一旦納甲凍磷酸化 它的構型就發生形變 從開口朝內變成開口朝外 而在改變的過程當中 原來是半圓形的座位 縮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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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納磷酸擠出來了 那本來是深V型的座位 現在改變成寬V型 朝外囉 朝外變之後呢 細胞外的甲磷酸剛好可以坐上這個寬V型的位置 做了兩個 甲磷酸 一旦做好了 剛剛的磷酸根就脫落了這個過程叫做去磷酸化 磷酸根掉了 把磷酸根去除 叫去磷酸化 好 一旦去磷酸化之後 就恢復成圓形的狀態 開口朝內三個半圓形的扣位 讓磷積上去 磷積完之後呢 ATP就磷酸化他 一磷酸化 開口從朝內變成朝外 又改變形上把磷推出去 露出甲的位置 甲要連上去 去磷酸化又恢復成圓形的狀態 2個磷out 2個甲int 印進來了 所以這是磷酸的原理 我每發揮一個ATP 就讓3個磷酸出去 2個甲進來 好了 你們看一下這個3磷酸2甲進 3個正電荷出去 2個正電荷進來 是不是靜反應 1個正電荷出去 所以這個磷酸化不斷的預作之下 會讓細胞外偏正電 細胞內偏伏電 看到沒有 所以一個動物細胞 因為磷酸不斷的運作 會讓我們所有的動物細胞 有共同的一個性質 叫做外磷內甲 外面磷多 裡面甲多 外磷內甲 還有呢 外正內部 外面磷多 裡面甲多 外磷內甲 外正內部 所有的動物細胞 都是這個性質 外正內部 外磷內甲 外面磷多 外面鎮多 外面鎮墊 裡面浮墊 因為我們都要納甲洞不斷的運作 以上就是納甲洞運作的過程 造成三納粗 二甲劑 外納內甲 外正內部 好那我先把上面都擦掉 重點是這邊有個磷酸化 這邊有個去磷酸化 這個分子機制請各位要記得 一開始開口槽內 納接上去先磷酸化 開口從內轉成外 納出去了甲就疊上來了 去磷的話 讓開口槽外變成開口槽內 納就突進來了 所以甲就進來了 所以三納粗二甲劑這樣來 各位細節要記得 當納甲泵磷酸化時 開口是從哪裡轉向哪裡 當納甲泵磷酸化時 開口是從哪裡轉向哪裡 而造成哪些離子移動 數量也要知道 三納粗二甲劑 以上就是第一個叫納甲泵的介紹 它很重要 之後在很多章節都會提到 我們動物細胞部上的大甲狂 不斷地運作 好 那我們來看這個動畫 開口伸從內 然後三納粗進去 讓你磷酸化 開口就變 開口就改變形狀了 草外了 這時候兩個甲劑下來 去磷酸化 開口又回到草內 兩個甲又進來 又變成三納粗進去 再讓你磷酸化 然後開口又從內改成草外 那就出去了 再讓兩個甲進來 再去磷酸化 開口又改變 從內讓兩個甲進來 好 這個動畫走了兩輪 好 以上是 納甲泵的作用原理這個過程 納甲泵很重要 我們之後會講它的功能 它是維持你動物細胞的正常生理活性 很重要的一個機制